有民众日前搭乘台铁EMU3000型新自强号列车 认为整体的质感其实已经过高铁了 而这样的话题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就认为新自强号超新的坐起来很舒服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一字并不符合人体工学不太好做 实际来比一比可以发现 从台北达到高雄 新自强号的票价要比高铁便宜了600多元 但是搭乘时间要比高铁多出了两倍左右 有学者就分析 新自强号赢过高铁的两大优势 除了票价比较低之外 还有就是车站的地理位置就在市区 台铁EMU3000型新自强号2021年 从日本引进展新设计 更设置商务车厢被封为最美的成绩列车 有网友近期发文分享乘车心得 表示新自强号只敢胜过高铁了吧 不止不卖战票 内装设计只有在日本J2列车才看得到 反观高铁车厢老旧 网友还调侃高铁内装配色 满满华国美学 而且站票爆满 认为高铁跟台铁是不是快黄金交叉了 新自强号的年代毕竟比较新 毕竟高铁车已经差不多20年有了吧 我觉得差不多 坐高铁是速度快 但这个是稳 话题引发网友讨论 有人认为新自强号超新的很赞 但也有人觉得座位太硬不舒服 椅子完全不符合人体工学 另外USB充电插座设计也怪怪的 两种乘车体验各有优缺 实际来比一比 从台北搭到高雄 新自强号一般票价相较高铁便宜600多元 但搭乘的时间比高铁多出两倍左右 有学者也分析新自强号跟高铁相比的两大优势 不论是新自强号还是高铁列车 都提供旅客不同的乘车体验 就看民众各自的需求来做选择 记得李苏玉斑马旺家台北采访报道